我是双城居民,我叫牛洪亮,我叫陈云峰,我叫车德辰,我叫周西涛 我们现在十名举到双城公盘水集团,6月3日我们给双城公盘水集团干活 炸伤至今160余天,现在公盘水集团不给我们治疗 双城公盘,相关领导不作为,打电话不接,发信息不回 致使我们四个患者窗面感染,不能及时医治 我们对自来水的作为非常寒心 我们四个家庭顶梁柱,就这样舍下了,倒下了 我们请有关善良的部门领导为我们做主 为我们四个家庭做主 四个家庭顶梁柱,就这么就倒下了 没人为我们做主了吗?没有说法了吗?就 说不给我们治就不给我们治了 这个帖子呢,是比较少见的 由这个普法达人张三转出来 疑似这个账号呢,是罗祥老师的小号 罗祥老师曾经在浪浪上不有一个号吗? 他那个号呢,因为一个神奇的事件,他只好关闭 后来呢,就出现了这个小号 我也不能确定是不是罗祥老师的号啊 有1万多个转发,1400个评论 28,827个赞 赞的意思就是支持这个信息的传播的意思了 评论的呢,也挺那个猛烈 我为了保证这个视频的安全过审 也就不再说这个评论是什么了 当然他们是 他们是那个一个等级的产物了 是吧,做的工作就最累,收入最低 然后最危险 然后最不受重视吧 这样说吧 我们就有可能 谢谢